好啦 我們今天要進入貝子植物的營養器官這個部分 那貝子植物的營養器官的部分呢 我們先從貝子植物的一般性的特徵來講 這個很簡單啦 就帶過就好了 反正你們應該都知道 貝子植物的話一定會有真正的花 貝子植物它很清楚的跟你講說 它有脂肪B做什麼 它有齒蕊裡面有脂肪這樣的構造去保護裡面的配出 所以它的花事實上才是真正的花 一般來講呢 它從外面到裡面 花朵花餓花灌熊蕊齒蕊 位置不變 然後呢 它主要具有齒蕊可以形成果實 齒蕊基本上來講是由心皮來組成的 每個心皮包括了脂肪花柱柱柱頭 這樣的三個部分 而真正的大包子所形成的構造 其實是包藏在脂肪內的 我們在講的胚珠 事實上是大包子去形成的磁配子體 但是它是被保護得很好 所以呢 它被脂肪包護之後呢 除非你今天花粉粒掉到柱頭上面 又順利的過關斬擊 一路的花粉館往下 到達了 什麼呢 胚珠 進入到裡面去跟裡面的卵做受精 同樣的集合跟另外一個精合受精 產生什麼 胚乳細胞 胚乳核 所以這個部分呢 受精之後 包含連外面的脂肪壁 都一起存在發育 最後形成果實 所以果實的外面 這部分其實是脂肪所發育而來的 它可以保護種子成熟 同時呢 它又可以幫助種子的擴散 包括一些構造 包括一些特性 還有呢 到了被子植物這個現象一定存在 就是所謂的雙皺心現象 產生了三背體的胚乳 所以 要問你 被子植物的共同的一個 眼針是什麼 雙皺心現象 胚乳 三背體的胚乳 這很重要 好 那在被子植物裡頭呢 它的包子體事實上是高度發育的 這沒有什麼問題 包子體所看到的 外面的各的植物就是包子體 外木形態的變化非常的多 草本 灌木 橋木 通通周永 生活的習性也很頭大 我們一般來講 在講的植物都是光合作用 自營性的植物 但是有些植物就特別會長到跟人家不一樣 從半寄生植物到全寄生植物到輔生植物都會存在 半寄生植物 譬如說 檀香 檀香 是半寄生植物 我們在用的那個檀香 檀香木的那個檀香 你可以看它長得很大顆 但是它在種子發芽之後 旁邊如果沒有雲香科的植物 那個苗是沒辦法發育的 所以你一般在台灣種檀香的人 旁邊一定會種一顆 雲香科的植物 那顆雲香科的植物它的根 就會被檀香的小苗的根 給寄生了 所以它會利用 雲香科植物的系統 去收取去截取它的一些水分養分 然後檀香科的植物尤其檀香木呢 它又會自己進行光合作用 產生水分養分 所以有這種所謂的半寄生的 也有你們在校園裡頭會看到那個黃白色的 像橡皮精或像那個蟬繞的捲虛物的 吐司子 或葛吳根藤 吐根藤我們這邊看不到 吐司子好像看到 它連葉綠體都不發育 葉綠素都沒有的 完全利用吸氣 直接侵入到其他植物的體內 吸收水分養分的 這種就變成全激生 有些植物呢 對不起它這一輩子 只有在開花的時候你看得到 平常它就長在地底下 就一個球 那個植物呢 在藍科裡面有 比如說大玉藍 比如說天麻 天麻是中藥材都很重要的 它很奇怪就是 在它種子發芽之後 它會跟小菇屬或者是蜜環菌屬的物種呢 共生在一起 然後呢 蜜環菌會去分解原來的枯枝落葉產生糖分 讓什麼呢 這些藍科植物 它的快筋呢 開始發育 我們叫做Tuber這個構造 那 等於是這兩個物種之間呢 有各自的好處 但是有各自的互相要對抗 為什麼這樣講呢 像我們在講的天麻 你們大概比較少接觸到藥材 通常是可以治癲癲 可以治你神經性的疾病 那這個東西是一種蘭花 它是一種蘭花 那這種蘭花呢 它平常就長在地底下 為什麼呢 它會去把旁邊的一些蜜環菌 小菇菌把它給拉到自己身體裡頭 所以它會在它的原來的水的那個 所謂的皮層的地方 形成一個特殊的共生層 而這個共生層呢 真菌會長進去 但是它同時會大量的產生化學物質 稱之為天麻素 這個天麻素可以防止 這些進來的真菌 持續的分解這個蘭花的快徑 所以它進來之後 它等於自己建了一道防火牆 把它也隔離在那個區塊裡頭 然後呢 同樣的這個真菌呢 它的菌是還會延伸在外面 可以去吸收外面枯枝落葉層的養分進來 給蘭花使用 所以完全變成俯身的狀況 那它是必須要跟誰呢 它必須要跟真菌蜜環菌一起生存 把它稱之為共生 那同樣它的生存條件非常的繁雜 包含了水 沙 石 鹽鹼丁 甚至長回到海裡頭 譬如說太來草 譬如說太來草 基本上叫做太來草 但它不是草請記得 它叫太來草 只是以前它命名開始命出 它把它用太來草 它是水生植物 它是走回到海裡頭生長的植物 譬如說在海邊一些淺灘的地方 叫做梨藻 梨藻請記得 也不是藻類 它是被子植物 所以這個東西要很小心 那它的內部結構呢 本身來講呢 布質布由導管形成 嫩皮布由塞管形成 但是這個是所有 被子植物有的特徵之外 在裸子植物裡頭 剛剛講的買馬騰 有這樣的特徵 好 那到了被子植物之後呢 配子體更進一步的退化 更進一步的簡化 簡化到只剩下熊配子 就是兩個細 兩個細胞或三個細胞 為什麼叫做兩個細胞或三個細胞 隨著物種的分群有一些差別 通常就是一個營養細胞 一個生殖細胞 一個生殖細胞 到最後會再分裂一次 但是只有細胞核的分裂 所以產生了兩個菌子這樣的構造 齒的配子體 僅具有七個細胞八個核 那是什麼呢 三個在對面的反逐細胞 兩個在中間的集合 跟在下方一個軟和兩個柱細胞 或叫半細胞 好 那柱細胞和卵呢 這個部分其實是原來在之前所講的 Archegonia 就是僅卵器的殘留物 它只剩下了三個細胞的結構 好 那跟經驗的部分呢 我們大致上看營養器官 這個小節的部分主要在講營養器官的部分 跟的生理功能這也不用再講了 你一定都知道了 好 那這個你們在高中應該也都念過 直根細須根細 主根側根不定根 哪一個是有須根細的 合本科類的對不對 單子葉植物類的 單子葉植物類的 基本上是須根細 直根細的呢 就是有軸根細的 主根細的 看你怎麼樣用很多種想法 就是很清楚有一個主根下來的 雙子葉植物 大部分都是這個系統 所以 你去找 竹子 竹子底下那個橫軸的是根還精 那個是精 橫向跑的那個是精 請記得 橫向跑之外 下面那個散生的一根一根的 那才是根 合本科通常都是這樣的情形 比如說你今天去沾上去爬山 你今天被一個植物叫做盲口給割傷了 你很不乾淨 你要把它給拔掉 就你一路拔之後 你就發現它一路的 有一個橫軸的 那個是什麼 那是它的經 那個不是它的主根 那是它的經 因為它沒有主根 它是虛根細的 所以不一定就是主根 或者是虛根細的人 就比較強健不見得 那個只是它本身來講的 不同分類群的特徵 那根的結構 我們很快的講過 這個其實你們應該 應該在高中課本有念過 我相信 我有查過 還記得多少 我應該先發一張紙讓你們先把它畫出來才對 還我多少 一般來講我們在根的地方大概分為四個區塊 有人寫三個區塊 有人會把根罐給拿掉 通常來講是把它講四個區塊 一個是loopcap 根罐的地方 這些都是一些排列致命的細胞 它要作為保護使用 保護誰了 保護前端這個分身組織 所以另外三個就是marystenic root 所謂的分身區 再來就是illongation root 這個時候細胞已經不分裂 但是細胞會延伸 這個延伸牽涉到大量的酵素 對於細胞B的纖維素 半纖維素 蛋白質類的東西 去做調整延伸 那最上方這個部分呢 是所謂的成熟區 那這個四個區塊有各自的功能 各自的用途 根罐的地方 loopcap的地方是前端 前端的部分呢 它是圓錐狀的 這個圓錐狀的結構 它是由博弊組織而形成的 而這個博弊組織呢 它的表面會有一層所謂的黏液翹 根罐細胞 然後它產生的一些特定的保護內部的構造呢 主要就跟它博弊細胞表面又有一層黏液翹 有相關 所以它的延伸速度 在生長區 進行延伸的時候 根罐細胞會跟周遭的土力做摩擦 第一個黏液翹 作為一個緩衝 第二個 膜弊細胞 就算破損之後 有後方的分爭組織 產生新的分裂出來的細胞去補充 另外根罐細胞裡頭很重要 具有這個澱粉體 它跟根的相力性是有關的 所以根冠会保持一定的厚度跟形状 做为什么呢 作为一个它功能性向力性的一个用途 分身躯盖根冠之后呢 又叫做生长椎细胞 这些生长椎的细胞它的分裂能力很强 由这里去形成所谓的原生分身组织 跟出生分身组织 一个是什么呢 一个是继续当作分身组织用 一个是在细胞分裂去分化形成各个不同的构造 所以出生分身组织的primary muris denic tissue呢 它主要会产生这三个 一个是原表皮 一个是基本分身组织 一个是原形成责 这三个部分呢 在后面的延伸区的地方呢 它细胞会分化成表皮皮肯真种组 所以这个出生分身组织 等于是这边往后所拉出来的细胞 由这边往后拉出来的细胞呢 它就开始会分化 你看到的最原始最原始的所谓的原分身组织 大概是这小块而已 这小块的细胞会一直保持分裂的能力 然后往外出来的细胞就才形成了出生分身组织 就形成了原表皮基本分身组织跟原形成织 分别去形成表皮皮肯真组织 这三个部分 好 所以中间那个禁止中心是最特殊的构造 又把它可以称之为植物的干细胞 它是细胞分裂旺盛 但是没有分化的细胞 所以根的早期发育过程底端呢 顶端的分身组织的原始细胞 有失分裂 非常的 非常的什么呢 非常的 模样 但是随着根的生长 这些原始细胞 它的分裂的速度 频度会慢慢的下降 为什么会下降 很简单 不可能根一直往下定 一个顶端细胞你跟一直往下走 走到一段时间之后 它会停止 它不可能无限的往下跟往下延伸 所以它会慢慢的进入到了静止期 但这边的细胞对不起 它是最原始最原始没有分化的细胞 所以你取到这个部分是可以做很多不同的用途 那原因是因为它不能让它再一直往下运作 不然你想想看 那根一直往下增长如果那植物一直存活的话 那根可以长多深 不可能 所以一般来讲 它的根往下生长到一段时间之后会停下来 主要是因为这个原分生组织会停止细胞分裂 那至于它的机制 到现在为止还没有真正的非常的清楚 好 那后面 这个延伸区呢 这边的细胞其实都是由这边分生组织细胞分裂之后分化而来的 那这个延伸区呢 刚刚讲的 漂皮皮层中柱 这三个部分都已经很清楚的分化完毕 所以细胞缓慢的停止生长 但是体积会扩大 它没有细胞分裂 所以这个时候其实主要进行的是细胞延伸 而且很明显的是沿着根的长轴 这个代表长轴 这个叫短轴 长轴的方向的延伸 所以它上面当然动不了 所以它会往下推的整个根肩的部分往下延伸 那也就是为什么呢 到最后细胞会停止分裂 因为你不能让它一直往下长 到了它足够的深度之后 就会停止下来 那这个时候开始细胞分化 所以这个区域呢 延伸区细胞慢慢的停止延伸之后 后方的细胞就开始进入到细胞分化 胃层轴的木质部导管和胃层轴的嫩鼻部 腮管呢 在这个区域里头就出现 到中柱的细胞就开始明显的出现 好 那成熟区的部分呢 上方这个区块呢 成熟的这个部分呢 其实用很清楚 只要看到它根毛出来的 基本上就进入到了成熟区 就是表皮细胞为了增加吸收水分 矿物质呢 往外延伸的构造 我们称之为根毛 这个时候细胞已经停止 伸长 伸长的动作 细胞也分化完全 表皮皮层中柱 全部都已经被固定下来 所以开始就进入到 它真正可以吸收水分 矿物质的时候 同样的它里面的中柱 很清楚的形成 导管塞管功能都完善 所以水分可以从根毛 经由不同的方式 进入到了木质部 利用木质部往上运输水分和矿物质 好 那根的出生结构呢 是像刚才有讲的 有讲但这边再仔细去把它给区分开来 第一个叫做primary growth 初级或出生的生长 它指的是最顶端最顶端的分身组织 由分身组织细胞分裂完毕出后 所衍生出来的细胞 它的继续 还有分裂能力的细胞继续的分裂跟成熟 它的过程 那由这个出生生长 出生顶端分身组织而来的 我们称之为叫做出生组织 primary tissue 这primary tissue呢 就我们刚刚所讲的那三个部分呢 它开始在出生生长的过程 所产生的各种组织构造 好 那同样的组织再下来呢 出生组织的排列组合 就形成了primary structure 出生组织共同所形成的结构 那根的出生结构只有三个 表皮皮层回管处就是种组 就是三个部分 所以出生结构很简单 表皮皮层回管处 三个部分 好 那由外额内去看 表皮 这个表皮基本上就一层细胞 大致上表皮细胞 它在后面的成熟区 都具有延伸的能力 所以它细胞B 是可以在继续经由酵素的作用 产生往外涂的现象 因为其实往内移不可能的 往左右也不可能的 唯一可以就是往外涂 那这本身现在到它的生化代线 里面酵素的作用 让细胞B可以具有弹性和什么的延伸 所以往外形成什么 根毛 那是表皮的部分 到了成熟区的部分 那在气生根的部分 比较特殊 气生根的部分 如果单纯只有表皮 一层的表皮细胞 是不足以防止水分的善失 不足以形成什么的保护的构造 所以在这里呢 气生根上 通常会形成了负层的表皮 这不是单层细胞的表皮 它是多层细胞的表皮 这是比较特殊的 在气根上上面 好 那皮层呢 表皮以内 尾管处以外 这一层区域 这一层区域呢 它主要跟储存是有关的 它是由基本的分身组织发育而来之后呢 它薄壁细胞组成 所以薄壁细胞就有很大的好处 它可以让水分在这里面占存 它可以让养分在这里面占存 这是很大的一个buffer room 所以它也可以作为储存的构造 排列通常是很松散的 细胞间隙 非常的显著 为什么细胞间隙要非常显著 在成熟区进来的水分 除了透过细胞 直接进入之外 有一个很重要的传输流程 就是利用细胞间隙 水分进去 在植物生理学应该有讲到 水分进去有两个主要的步骤 一个是透过细胞间隙 一个是直接透过细胞质进去 所以回去如果有修过植物生理学应该人 麻烦请记得去翻一翻 那最里面内层到维管树之前的内层 我们叫做内皮层 内皮层的时候它就必须要管制 进来的水分 透过表皮皮层所进来的水分 可以准确的进入到木质部里面 所以这个时候它就做了阻隔的效果 所以内皮层里面 它会形成一层排列紧密 称之为Cartarian Tree 所谓的卡式带 卡式带是环绕内皮细胞的镜像壁跟横像壁 镜像壁横像壁上面很有趣的就形成了 木质带状加厚的现象 那如果是没有刺身生长的根 它甚至会形成五面加厚的现象 只有一面不掐厚 这个特殊的现象称之为马蹄状加厚 在一在都是要让水分准确的进入到木质部里面 所以它其实就是要控制物质的转运转输的一个效果 那也因为这样子的就形成了通道细胞 通道细胞当然就跟运输有关 它夹在后壁的内皮层细胞的薄壁组织细胞 干嘛要这样 就是为了运输 往往原生的木质部相邻 我们称之为通道细胞 所以这是它比较特有比较特殊的一个读分 好 那卡斯带的结果你去看 这是最终最终里面内皮层的一层的细胞 那它的加厚现象 不同的物种也不太一样 一般来讲就是这样一个四面加厚的现象 不会到第五面 那刚刚有讲到它有特殊的情形底下呢 会有第五面加厚的情形 一般来讲 不会形成这个所谓的五面加厚的马蹄形加厚 它是形成四面加厚 那四面加厚最主要的原因 就是要阻绝了所谓的包间水分 让它变成进入到细胞 经由细胞质把水分往里头送到的木质部里头 所以对不起包间的部分过不了了 只好进到里面来走 主要原因是这样 所以你去看的时候它就会形成一个很有趣的现象 好 那另外 像鸢尾 这种有次增长的部分呢 它不是四面 它不是这样上下左右 它连后面这块 都形成加厚的现象 这是所谓的鸢尾的马蹄状细胞 除了这里头 你们发现有一些很特有的细胞 在这一圈 卡式带马蹄状细胞之外 这边有一个是不加厚的 这边有一个不加厚的 那是什么 它就形成了通道细胞 很准确的让水只能透过这个细胞 这个细胞进入到木质部里头去 所以鸢尾有这样的特性 所以每一个物种真的会有不同 好 那根的出生构造里面 最后面的就是所谓的尾管束的部分 尾管束的部分呢 其实你去看 整个从外往内 大概就是木质部跟嫩皮部 那当然这里头 当然还有很多的构造 第一个我们叫做中柱翘 第二个是所谓的突生尾管组织 那内皮层之后呢 这里面 这里面当然就有各种不同的构造 中柱翘是什么呢 pericycle 它事实上是尾管柱的外层组织 它是由原形成成发育而来的 但是它是由原形成发育而来的 但是它还保留什么呢 潜在的分裂能力 所以这个部分呢 它还有细胞持续分裂的可能性 可以让它继续的去产生新的细胞 那出生尾管柱组织是什么呢 它在 illogation room的地方呢 主要里面可以区分成 primary liaison跟primary flow 出生木质部跟出生嫩皮部 那出生木质部跟出生嫩皮部呢 它走向的命运就不同了 一个就是要作为水分的运输使用 一个就是要形成养分的运输使用 那作为水分运输使用呢 它甚至到成熟之后 上下连接的细胞壁要消失 形成一个毛细管的结构 所以这个出生木质部呢 它整个构造来讲 到成熟之后 它会形成螺纹环纹加厚的管状分子 但是在原来的 对不起 原来的部分呢 它事实上还没有 所以它会随着根的 illogation room到成熟区呢 会一直有环纹加厚的现象 把它变成真正的一个毛细管的构造 那靠中间的 在前面的外面的这部分是原生木质部 靠中间的部分是后生木质部 它是在根生长的过程中分化的 然后停止生长成熟 同样的它也会消失掉细胞和细胞质 最后变成管状的分子 只是时间前后的顺序 那这个就会牵涉到每一个物种有不太一样 一般在被子植物里头呢 都走的是所谓的X-Arch Y 所以它的方法是从外开始往内逐渐成熟 在出生根的部分 所以外面的导管呢 先具有运输的能力 到了最后呢 到了成熟区的时候 所有的木质部的细胞 才全部获得运输的能力 就是所谓的后生木质部的也发育成熟 所以等等维管树你去看的话 大致上可以看到这样的一个现象 外面这边是Primary Zizer 里面这边没有画出来 里面这边其实是Secondary Zizer 出生四生这样的一个构造 所以你会发现呢 最早最早获得能力的 其实是Primary Zizer 跟Primary Flow 出生导管跟出生塞管 由哪里来呢 由这个所谓的Puricycle来 好 那出生嫩皮部呢 也类似 它等于是分为原生嫩皮部 跟后生嫩皮部 两个部分 一样是外死式的发育 其实就是由外往内向心的分化 所以也等于是外面的嫩皮部 最早获得运输的能力 到慢慢的里面也持续的嫩皮部细胞成熟 去获得运输的能力 那通常来讲都是在什么呢 生长区跟成熟区 所慢慢过度化改变 所得到的一个结果 好 所以呢 根的出生结构里头呢 你这围管错你去看 大家可以看到这样的结构 在还没有成熟之间 你看不到meta-theisen 你看不到任何meta的结构 你其实你看到的都是 primary-front 跟primary-portal-theisen 这个部分 好 那 这个是晚成熟的meta-theisen 的构造 就是所谓的 后生的 刀管 那 出生的导管呢 在外面这里 这些部分靠近什么呢 内皮 它立刻需要 内皮进来的水分呢 需要它来运输 同样的 所有养分下来 最容易往外送 让这些内皮细胞或皮层细胞使用的 也必须靠一开始就成熟的 primary-front 来修送 所以很有趣点也就是说你在这根的发育的时候呢 中间的这些细胞它事实上还没有功能的时候 在内皮层里面的相关的导管跟筛管的细胞就已经分裂分化完成 已经开始具有运输的功能 其实这很简单 这是一个根的切面 根的切面的部分到最后它如果这个根要再往旁边长 比如说你双子叶植物的主根要再长出侧根 或者是你今天根根筋的中间交接那一块 它要开始往下生长 比如说我们山药 山药跟根根筋的连接的地方 一个地方叫控 控如果你去查的话 翻译叫做灵静 那个事实上是根根筋的一个交接 它如果往下生长突出一路的长下去 最后就变成什么 被我们吃了山药 那这个部分就不仔细讲 但是那个部分就是什么 就是你会看到的构造 那今天植物在生长的时候 如果是所谓的单子叶植物 它没有这个现象 双子叶植物或者是裸子植物 相关它根在生长的时候 因为它除了主根之外 它会长出侧根 因为侧根的生长又牵涉到了什么呢 牵涉到它的尾管树形成成什么 往外图 除此之外也牵涉到了 它的原生组织的什么呢 分裂 因为它事实上出来的侧根 其实包含了最基础的根的根冠 包括后面的生长区 延长区 成熟区 通通都有 所以它必须要从真正 我们原来根的部分去长出来 所以你去看的时候呢 如果你今天在切片的部分 这个其实切到是最前端 最前端的什么呢 基础分身组织那一块 但基础分身组织的部分呢 你看到有一群很特殊的细胞 开始有很明显的分层构造 然后开始往外推 往外吐 这些细胞本身来讲 你会看到它的细胞质很浓厚 细胞壁也比人家厚 那这是什么呢 这事实上是它的所谓的根源 组织 那这部分是什么呢 它就要开始形成侧根 它是一种内起源的构造 所以它是从里面往外长 而不是表皮细胞那个部分去运作 完全不是 所以它是从中柱翘细胞呢 开始分裂分化 所以你会看着时间点 持续进行的时候呢 比如说这里切到的是两个 往外生长的根源 侧根的一个部分 那再往下切的时候呢 它随着时间 你会发现这个侧根怎么样 它开始已经进入到细胞分化了 它开始中间的尾管束 跟原来的尾管束连接起来了 因为它是运输构造 因为它必须要养分从上方下来 水分从下方往上送 所以它已经跟原来主根里面的尾管束 尽情连接 同样的 它一样会形成皮层 一样会形成表皮 一样会形成根管 所以当它突出原来的 原来的皮层细胞 表皮细胞之后呢 你会发现原来的 根的表皮细胞 跟皮层细胞呢 都会造到一些破坏 那这没有办法 这没有办法 所以这个部分呢 当根突出之后 事实上同样的 它也会有一些修复的机制 去把它整个修复回来 所以如果你去看呢 整个尾管束的形成 事实上是成时间性的变化 而成时间性的变动 好 那比如说你今天在出生根的时候 你大概看到是这样子 植物根开始增长的时候 出根根的时候 尤其是双子叶植物 你所看到就是一块一块 分隔开来的圆球圆柱状的 所以它刚才没有 所谓成环状的形成层 没有 你可以看到呢 这边基本上表皮皮层 然后尾管束这一圈 但尾管束这一圈 还没有发育完成 中间是水部 这个时候还有水部 然后呢 这一边木质布 这一边嫩皮布 这是它最原始最原始的状况 但是呢 随着今天它开始发育 它会开始很清楚的 去把它所有的细胞组织化 所以你这个时候看到的时候就变成表皮皮层 然后呢 在所看到的里面的嫩皮布呢 它已经跟原来的什么呢 这一个形成层连结成一起 所以形成层这里事实上已经连出来了 但是这样还没有完成 那木质布在哪里呢 木质布已经连到里面去 所以最原始最原始这里出来的 称之为Portalizer 这是最基础 最原始的结构 然后呢 这里头所形成的 当然就是所谓的Metathizer 就所谓的出声导管 跟赤声导管 但这个对不起 都叫做出声组织 所以你会搞得很稳的一个部分 所以我在念书的时候 我自己都每次都搞错的一个地方 好 那再往下的时候呢 你会发现呢 慢慢的一层一层的分化组合呢 这个时候嫩皮布 原生的嫩皮布 这个四个地方还没有什么改变 但是在里面的形成层的部分 它开始就怎么样呢 就顺利的进行运作 鬼管路形成层呢 开始往外去产生真正的 所谓的Secondary的结构 二次的结构 二次的部分刀刮了 真正的二次的塞管 跟二次的导管这边 所以这个时候呢 开始你会看到是整圈的 任几步 当然你重点是围管部形成层要连接好 连接成整圈的结构 好 那所以呢 你会发现到这个阶段的时候 你根本看不到什么了 原来的出生嫩皮布 不太看到 然后呢 取而代之的是这个部分 真正从围管处形成层所形成的嫩皮布 真正的在进行它相关的功能 同样的呢 原来的那些 Protothyser Metalyser的 也慢慢的会失去功能 就我们这边里面 这个所谓的星形或灵形的结构 取而代之的是 二次形成的 微管术的木质部的部分 那当然呢 随着它整个挤啊 你会发现它们最后连随部细胞都看不到 所以随着时间轴一直往下走呢 最终最终你根里面的结构 就很清楚的从外往内 表皮皮层 然后呢 嫩皮布 形成层 木质部 但是原来在刚开始的时候呢 对不起不是这样 所以如果你看它整个连续的发育状况的话 它事实上是一个一个阶段一个阶段过来 好 那形成层的整个整体结构里头呢 在整个去看的过程 比如说你今天这是一个完整 真正的木本植物的根部的结构的时候 它事实上整个分化的结果 有很多的 有趣的构造就会出来 当然最原始的构造还是所谓的表皮 这没有问题 然后呢 皮层这也没有问题 这个基本上一个是保护 一个是储存 再往里头走 当然就是我们在讲的所谓的嫩皮布的部分 那当然这个部分就有很多一层一层往里头走的部分 所以你去看的话呢 对不起 它在皮层再往里头的部分呢 这个部分我们称之为peridian 那为什么呢 因为事实上来讲你的主根 如果有的时候随着它的发育过程 它外面的表皮跟皮层细胞可能会受损 可能会磨损消失掉 那最终最终要直接面对的时候 常常会变成这个peridian 好 那peridian完毕之后呢 再往里头是pericycle 这我就不持续翻译了 你们就直接去查你们的一些 那个Google 反正用Google圈在里面可以找到它的名词 因为包括连所谓的国家教育研究院 它里面的翻译名词都不太一致 好 那这里面呢 它会取代原来cortex 皮层的什么呢 储存的一些能力 很有趣一点 就是说它里面好像自己又形成了一个 真正的一个保护 跟自己一个储存的构造 那这边之后呢 它再往里头的层 这一层 它是所谓的secondary的front 那当然呢 这个部分它就有一些相关的功能了 这一圈 赤身 四身塞管这里呢 四身物质之物这里呢 就是成熟的根 它真正进行养分运输的一个构造 就是从叶一路的把养分呢 精油精运到根里头 甚至呢 它可能在这一块里头 会大量的运输 淀粉类的养分 就是把糖运到根部里头 转化成淀粉来储存 这样的一个功能 好 那 在往里头去看的时候呢 在 嫩皮部跟木质部的中间 它会有一个叫做 Vascular cambium 所谓的尾管束形成成 那这一层的细胞呢 它一直保持有细胞分裂的能力 所以这一层的细胞很重要 它会让根一直变出 尤其是树木类的 你有没有发现 常常有一些地方 尤其是 你去看外面像黑板树或什么的 走到那个行程道 那边突然间那个地砖补起来 或者凤凰木 都会有这个现象 为什么 如果你那个地方 基盘 土壤不够深 然后你种的又是这些 热带亚热带的树木的话 它本身原来的生长的地区 因为下面水 地下水很浅 立刻就会吸到地下水 它不需要钉到太深的时候 如果今天土壤被水覆盖的时候 它必须 根也必须要进行呼吸作用 不要以为根不用呼吸啊 根也需要呼吸作用 那根怎么办 往上涨 或往地面平竄 那它的功能是什么呢 就利用这个Vascular Cambium 它的大量的细胞分裂 让它晶变出 或者产生其他的气生根往上涨 有看过那个红树林的一些植物吧 旁边就长一根一根一根出来 那个都是气生根 好 那做什么用 当然让空气进去 因为活的细胞 一样要有氧气 那在热带植物里头 它这个特性很强烈 所以你会发现很多地方 那个地板就鼓起来 如果不清楚的话 反正到那个 我们路边那个黑板路里面看看就有 就莫名其妙鼓了好几块起来 怎么回事 就是因为跟意识生长 所以如果以后 你们自己房子 如果有一点点小小的庭院 麻烦请记得那植物要种对 种错了你会很痛苦 保卫把你房子给毁了 我们家已经被一颗三毛马给那个墙给毁了 不是啊 它根不会凸起来 但它枝条会越长越延伸出去 然后把整个墙壁壮裂掉 所以我们那个到时候还是花钱把他请人家砍掉 然后我们隔壁有人种了那什么 想不起来 印度寺坛 那个也是热带之物 结果呢 等到一段时间之后 他的那个房子里头那个地砖就不变 然后布料之后就根就窜出来 那个都很麻烦处理 尤其是只要长到你家底下之后更难处理 所以主要原因就是什么呢 这个Mascular Cambium存在 会造成很多的问题 尤其是如果你地下水又浅的话 它一定往平面长 所以你看到很多植物它倒的时候倒下来 它的根事实上不深哦 它是一个平盘 除非是一些特定地区 它必须要往下去找足够的水源 那根的系统就不一样 所以每个植物每个植物的特性不同 你要挑对植物去种 好那这个 所谓的对不起 是深的 就是二次的塞管呢 它本身我们刚刚讲 它就是运输能力 那围管树形的人 在往里面去看的时候呢 它这些 我不去讲它里面的一些相关水结构 比如说什么色水 这也我不去讲 我们就讲最简单的 就是二次导管 那二次导管基本上都是由什么的 都是由尾管树形成成所产生的 那我们再讲的 这个所谓的Primal Design 你可以讲说一次导管 里面分为Portalalign跟Metalign 那是哪里来的 那个其实是原来的Murray-State 原来的基础分针组织来的 所以这个来源是不一样的 出生导管跟二次导管来源是不一样的 好那这有没有问题 这个应该其实是植物检果刀上 但是没办法一定要还是要讲一次 那形成成的发生跟活动呢 其实形成成是从哪里来的 它的来源是原形成成 就是所谓的扶生组织而来的 和部分的中柱翘细胞去组合而成 那这些都还是具有分裂能力的细胞 然后很奇怪 它长到最后就变成一整圈 一开始它不是形成圈状 所以形成成 尾管会形成真正形成 它是必须要细胞后面 一段时间的组合跟分化而来 那出生嫩皮部 跟出生木质部呢 它当然就在尾管处形成成的两侧 就产生了 那这个部分呢 你只要知道说出生嫩皮部 一开始所进行的是平周 圆周 平行圆周的一个细胞分裂 那最初会形成条状 然后再将两克扩展 连接形成环状结构 形成多角形 那当然也是为了它的运输的功能 而形成的 同时呢 形成成网内 一样进行平周分裂 网内形成的就是所谓的 二次木质部 那二次木质部呢 开始取代了 一次木质部的所有功能 所以这一次木质部就变成什么呢 植物在囤积废物废料的一个区块 那往外 往内形成这个二次木质部 往外当然就形成二次木质部 除此之外呢 刚刚那个部分全部是 纵向的运输所必须要的 另外还有一个是横向的运输 横向的运输呢 它所进行的叫做尾管设限 尾管设限所做的就是横向运输所用 那设限很清楚就是跟什么呢 跟的中心点作为垂直的 所以中心点往外 像放射状的这种细胞分裂呢 就形成了尾管设限 那包括了木质部射线跟嫩皮部射线 因为两个都要横向运输 你不可能只有单向 好 那当然呢 这些部分呢 就可以顺利的什么呢 往外 往内 去进行运输 那也因为这样的关系呢 它的细胞排列完成之后 就形成了轴向系统跟镜向系统两类 轴向系统当然就由上往下 或由下往上的 镜向系统就是直径往外的 就是射线那个部分 那当然呢 形成成它的这个分裂 主要 布质部嫩皮部形成 根的直径一定就会加粗 那也因为这个真的直径会加粗 也造成一直会有膨大的现象 那少部分会进行镜向的分裂 那镜向的分裂为什么呢 你这个部分形成成 细胞分裂完毕之后 你所谓的切向的分裂 它是不是往内变大 往外变大 那往外变大 往外变大的情形之后呢 形成成慢慢的被往外推挤 当你被往外推挤的过程底下 你这个圆圈要持续维持下去 只有两个方法 一个细胞变大 一个是细胞 形细胞分裂 而它走的方式是形细胞分裂 所以它会进行少量的镜向分裂 让这个形成成的周径也扩大 所以才可以维持这个形成成持续的被放大的一个原因 好 那慢慢的次生结构 就是二次结构会占的大部分 出一次结构就越来越少 那运输的时候当然就用那二次结构再运输了 那形成成成的部分 那形成成来讲呢 刚刚那个部分都没什么问题 那部分就是形成成的部分 但是植物的根 有一点点小小的 特殊的地方 在精的部分也有 什么东西呢 你细胞的部分呢 原来排列是表皮皮层 但是表皮皮层在根往下走的过程 或往土壤里头生长的过程呢 总会破损 总会破坏 因为破损破坏呢 它必须要有另外的机制 就我们刚刚讲的 precycle就会形成 那那个部分怎么去弄 那个部分会形成所谓的木栓形成成 所以一个成熟部的根 其实还会维持两个部分 有细胞分裂的能力 一个是尾管束形成成 一个是木栓形成成 这两个部分 那木栓形成成由谁来的 它是由中处翘的细胞 恢复了分裂的能力 那它是等于是后来 原来中处翘细胞都做储存 都做一些相关的用途 但是它有一部分 基因的表现会改变 让它形成具有分裂能力 所以这个时候就会形成 一圈的木栓形成成 位在皮层的位置 所以它会是在尾管束外 尾管束形成成外的 重新产生的分成组织 那当然呢 当你今天形成的这个木栓形成成之后呢 它一样就形成平周分裂 往外 它是往外 往外去产生木栓层 它不会往内 它就是往外 它会进行单向的细胞分裂 那 往外形成木栓层呢 往内 扫护步骤 会产生这个栓内层 那栓内层呢 其实就会跟一小部分的 什么呢 尾管束的最外层呢 去形成这个叫做周皮 Peridian这样的一个构造 所以刚刚在讲的Peridian 基本上有人是把它翻成周皮 这样的一个名称 那当然呢 到最后到最后就会变成木栓层以内的才是主要根的构造 因为外面的表皮皮身影被破坏完毕 好 所以根的刺接生长 其实要看两个部分 一个当然就是维管束的这些部分的变动 最原始最原始 我们画一个简单的图来讲的话 就是这样 表皮皮层 然后就所谓的维管束 然后就水部 然后呢 开始分化的时候呢 那个维管束的部分呢 就会形成嫩皮部和木脂部 那嫩皮部的部分呢 嫩皮部的部分呢 它主要就是出生嫩皮 而在木脂部的部分呢 刚产生的我们称之为原生Portalizer Portalizer 好 那当然呢 在两者之间会有形成形成成 就是从原来的出生分生组织跟中柱胶细胞去形成的 那随着时间它会整个形成环状 那随着时间走 你会发现呢 原来的Primacy Front就是一次的导管 我们又把它叫做出生的导管 慢慢的会被边缘化 比如说这三个相对位置到最后就会在最外层 但是那其实已经没有什么太大的用途 那随着发育来讲呢 整个结构形成了整圈的 所谓的导管处形成成之后 它就往内往外去产生二次构造 那同时呢 它也会形成色线细胞 那这包括了韧皮色线跟木质色线 就为了横向的运输 但是请记得这个时候 木酸形成成还没有出来 所以到了表皮皮层 对对不起 到了分裂区 延长区 到成熟区的时候 通常到了成熟区之后 这个木酸层才会真正的出现 那木酸层其实都是从什么 中处效细胞 就等于是皮层的细胞呢 再去恢复分裂能力 主要是因为表皮皮层被破坏掉 所以这个时候这个木酸层呢 木酸形成层呢 往内往外 尤其是往外 会形成多次的分裂 而产生的木酸层呢 主要就要取代原来表皮跟皮层的功能 所以你其实到一个根 你如果去看那种树木的根的时候呢 你把它根砍下来的时候 其实很像最外面那个是木酸层 那个表皮皮层你看不到 但是如果你今天拿的是那个 刚出生的 比如说你种绿豆的种子 你去把根去做切的时候 你看不到这个构造 或你说所有的树木的种子 你刚去弄的话 你看不到这个构造 你看到那个根都是那种白白软软的 那等到那个根开始变成硬硬的 灰色咖啡色的 那基本上木酸层都出来 好 所以呢 其实整个过程 大致上到最后就是长这样 所以那个Primary Flow呢 只剩下这小小的区块 然后呢 原来的 出生 木质部 出生导管的就是剩这里 然后同样的 那个赤身木质部 会一年一年的长 一年一年 所以根有没有年轮 根有没有年轮 根的年轮有 但这个年轮比较不容易看 为什么 因为它的温度比地上部稳定 地上部的部分 它温度比较不稳定 所以你的年轮会很明显 但是根部通常比较不明显 为什么 因为很简单 就是它长的时间点 不需要像木质部 像是夏天的时候 增长快慢 有很大的差别 如果一样的差别的话 你会发现那根 会跟树干一样出 你很少看到那根 跟树干是一样出的 OK 好 所以呢 在根的部分呢 大致把它整个 发育的过程呢 把它做一个简单的归类 所以在最原来最原来的 顶端分身主机 epicomeristhen 它事实上产生出来的 叫做 Protoderm 跟所谓的Procambia 跟Grandomeristhen 这个要是什么番 我有时候想了半天 出生什么 皮层 表皮 乖乖 乖乖 然后呢 这个是圆 圆管束 下面这个是基础分身组织 好 那 这些 所谓的 从 顶端分身组织 而来的 我们统称为 primary meristhen 出生 分身组织 那 这三个部分呢 Protoderm呢 比较简单 Protoderm它只会往下走 形成的epiderm 那那就是什么呢 表皮跟皮层的部分 所以它比较简单 但是呢 Procambian呢 它会去形成 维管束这个部分 那维管束这个部分 它就会变得比较复杂了 就会后面再去主针 形成 形成成 那 grantmeristhen呢 会去形成 cortex 皮层这个部分 好 那 再来呢 下面的 这里 就会很有趣 为什么呢 pricycle 跟primary flow呢 它这个部分 尤其是pricycle这个部分呢 它会去形成 木栓形前壳 跟微管束形成成 那这个时候呢 对不起 你原来的primary flow 跟primary zeizen呢 其实是由原来的 什么 微管束 这边而来的 微管束这边而来的 其实是由这三个部分 primary flow 跟pricyc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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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的 好 那 pricyclecle 木栓形成成 当然它就去往外 一直细胞分裂 去产生木栓层 这个就是我们在讲的 二次组织 那 往内会形成 小小的一个区块 这个区块 基本上也是作为 保护的功能 但是呢 在下面这个 Vascular Cambium呢 它就会一直持续的 细胞分裂 去产生 Second in front 跟Second in reizen 二次 腮管 跟二次导管 那二次塞管 二次导管 它会取代了原来 一次塞管 跟一次导管的功能 而且因为 维管束形成成 一直存在 就一直 变粗变大 所以这里头就是什么呢 二次组织的一个来源 所以等到根真正变成成熟部 甚至在持续发育呢 其实都是这个 二次组织在进行 一次组织 基本上来讲 已经看不到 通常都看不到 好 跟着部分道具体 因此 什么 距离 到 温柳 很 了 第一 谢谢观看